其实九二共识本来就很清楚啊 大陆把它看作是定海神针 台湾是看成两岸的共同政治基础 没有这个东西两岸怎么可能谈呢 几个月前马云九前总统强调九二共识清楚得很 不过在这之前现任主席朱立伦说这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两颗蓝银太阳没共识那对岸呢 就在九二共识30周年前夕大陆官媒政协报刊登文章 强调九二共识只有一中没有个表 九二共识原本就是求同存异各说各话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所以中共他们这样的说法并不让人意外 各况他们在这个文字中有明确的表达 双方各自以口头表述 但就这么巧每每到选举前 中共似乎都有些举动被外界视为再替民进党加分 但马半不这么认为 有他们的特殊的功能以及他们的这个任务嘛 不见得是对我们选举为什么特定喊话 不过对岸官媒突然大动作否定 学者分析是因为这件事 他这个有点对国民党当然是他是不太满意 他认为说这个朱立伦跑到美国去 好像对美国的这个态度表示太过热情了 太超过了 他们对内可以这样子说得通 那这样子对国民党来讲或是对蓝军来讲 那就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而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张荣峰也提到 当时苏奇以陆委会主委身份宣布不再有一个中国 美方曾提出抗议要他下台 但李登辉不允许美方插手人士 而九二公式谈了将近满三十年 对岸把模糊空间缩小 证明两岸距离已越来越远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